妈 这么回事 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 说是捡了个漏 说值50万的 来来来 我看看 我看看 你看看吧 哎呦 我的妈呀 这罐子要在那日南商店也就值10块钱 你考地摊花50 你是钱多骚的呀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 这是漏 我看你脑袋漏了 别说 也白瞎不了 正好我腌蒜 跟他装打蒜去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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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老太太 这是文化呀 我跟你说 爸 就你买的这罐子 也就是腌个甜蒜 你不喜欢这个吗 你过生日时候 我给你买个真的 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要骗你 我管你叫爸爸 哎呀 我回来了 哎 媳妇 啊 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 他刚花两万块钱买了个宝贝 是不是让我先拿咱家来 他一会儿过来酒 那我就把他放这儿了啊 你俩别给人瞎动啊 人家说了 这是宝贝 还挺贵 然后还一岁 别动啊 两万哪 宝贝 还一岁 我的天哪 大秦的是不是 大秦的 这大秦可爱鼓得点什么古董鼓丸什么的 对啊 他秦的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 啊 清花池 是 这个啥宝贝呢 哎 哎 哎 外人这东西搁咱家放会儿 动手好吗 不好 两万是吧 两万 这怎么还一岁呢 爸 外人这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不是 就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 啊 关键大秦子 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 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我给你个大部分礼物了 没有 我是说大秦啊 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啊 就咱就看看 咱还有啥 我给我放 放在哪里 不是 你俩家一块有二百岁了没啊 这么有好奇心呢 我告诉你别动吗 我都抱着走一袋了 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 甚至我先看看呢 对对对 一块看一块 哎呀 哎 哎 顺风 哎 你这么看 眼熟不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你别动啊 别动 谁别动啊 什么情况啊 哎 这太 太奇怪了 哎呀 这老太太手真欠 说演算演算 这么会把蒜都放里了 你这玩 哎 真老太的你 哎 哎 你看看来 爸 哎 不是 来来来 里料了 里料了 你刚哪儿买下的啊 一模一样的不 哎呀 哎呀 这太奇怪了 你看这俩 这俩罐子 你看 这造型 哎呀 你看这 这款 这全都一模一样的 你看 哎呀 哎呀 你说这东西 大秦说的那多钱买的 他说他花两万呢 哎呦 我天呐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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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咋去了 是不是心上不得劲啊 不是 惊喜 啥惊喜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 啊 我捡着漏了 快拉倒吧 爸 哎呀 这充分证明 你买的那个玩是个假的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人家大秦两万块钱买的 人家那肯定是真的 你这五十能能 肯定是假的 你根本就不懂 捡漏这个东西吧 他不能拿价钱衡量 啊 对不对 你看啥了啊 高矮 胖瘦 粗细 哪个是大秦的啊 哪个是你的啊 鼓球吧 鼓球吧 让你俩鼓球 整乱了吗 那一会儿大秦哥 来楼给哪个呀 一个五十 一个两万呢 你数了谁呢你啊 不你手键吗 你非给人打开啊 我 我不打开 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哎呀 媳妇 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我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你妈声明 我对她意见大了 我告诉你 这可咋 谁呀 我 换换去 那个 大秦哥 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啊 这可怎么整 给人哪个 快点的 给他这个 等会儿两碗不对 这这不是 这个 这个 两碗了 不是 这这这个 你到底有土没有啊 我还不知道是哪个啊 那个就这个吧 反正都长一样 那个来了 大秦哥 藏 藏起来 哎呀 大秦哥 你怎么这么着急呢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 啊 这个不重要了 你怎么着急呀 啊 这不两块钱买的吗 找着下家的 到时候给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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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全部都正贝了吗 干啥呢 啊 那个 学习呢 有啥好玩的 等我卖完货完 回来跟我说啊 必须的 大金哥 祝你生意兴隆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大金哥 我说你 别人都走了干啥呢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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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爸 爸 我走了 洗的啥呢 来吧 俩罐子 一模一样 拿错了怎么办 拿错了 咱占光了 人家那个两万 咱这五十 你是不是还在前眼里踏着呢 怎么去了 人家那是两万的 咱那个五十 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 是五十的 留在这个是两万的 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对呀 你对啥 对呀 你怎么这么好奇呢 好奇害死大象 你知道不 这个时候就别追求我的责任了 关键是这个到底是五十的 还是两万的呀 哎呀 我痰子哪儿去了 你说我回头 开出痰子的时候痰子没了 多影响我装蒜 等会儿 妈 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可不是啦 我装半辣蒜哪儿 完这痰子就没了 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你我的妈妈呀 你装蒜装得太好了 哎呀 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 哎呀 等会儿妈 等会儿 那个爸 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 你懂 不是 你那意思 我们关键那蒜拿出来多长时间 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一耳不好使 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 爸我跟你说啊 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 那现场得有一万多人呢 对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 这个闹体 说谁吃蒜了 她当时就说 那个 就那个裁判 就那个裁判 不是 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八下 那球场那么大 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是的 我当时也怀疑啊 但是你姑娘好心啊 三场之后 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 我就这么一闻 嗯 就是这个味儿 所以 前顺风 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好的 你准备好了吗 慢 咻 上 慢 告诉你的答案 未闻出来 你怎么未闻出来这么白费劲 爸呀 不是 你们这干啥 你把我都照蒙全了 我没闻出来 说明这个是 两万的 五十这个拿走了 我管你 怎么跟着大秦的 妈呀 我跟你说啊 是这么回事 我爸五十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对呀 人家大秦两万买了个罐子 刚才啊 人家搁咱家了 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 人家把五十的取走了 这是个两万的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 我管他五十两万的 我拿这个装算 你别动 你再弄碎了 我的奶奶 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 这老贵了 一会人回来找 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这有啥没法说的 就实话实说 妈 可不能实话实说 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存在咱们家 多信任咱家呀 咱现在给私自给人打开了 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 可咋整啊你说 谁呀 我开门 妈呀 再来一来 坏了 那个等一会儿 我会要脱席 等一会儿 我把他藏进来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 这把我的事 哎呀大秦哥 你说你怎么又回 哎呀大秦子 妈妈妈 妈你稍稍稍等会儿 那个他脑子慢 不一定明白呢 大秦子 你听我跟 你别个说话 那个大秦 你是不是 发现点啥事啊 对呀 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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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大秦哥 我不是故意的 对 你故意 那也不能那么重啊呀 没有 啊 我说啥了 说的啥呀 一路走好 啊 多事人的你说 哎呀 他这个一路走好 那意思 一路走好 那是给婚人说的吗 我跟娄娄 等半天 我没敢读着 你不是说着你 我的啥玩意 咋教育孩子啊 我教育我教育 那一路走好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 那个我教育他 二妹 哎 哎 你怎么说话呢 你跟你大秦哥说话 你得住这儿一 对 再有一定跟人分手的时候 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多不好听啊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这就是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 分手的时候 你一定要这么说 啊 来世再见 这话我也听 没找市场见吧 来世再见 这就是爱情了 对 你犯多大错误啊 对不对 我跟你说啊 你一会儿啊 想办法 想办法 把灯 你听见没有 明白了 那个大秦哥 那个对不起啊 那个妈 你说早了 对 别说了 那个大秦哥 对不起啊 我刚才说一路走好 没有别的意思 咱俩就 来世再见呢 那还总 你又绕他下 行了 对了对了 大秦哥 那个 你除去 你拿他 说好了 给他送货去嘛 卖出去了 那你是 开车去 还是走去呀 不是 求车去吗 那个 那个 你开车去行 完了 你想想啊 你取换车吧 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 完到时候你再来酒呗 你这一到时候 你这大个子 我的妈叮咚 碰哪碎了 怎么办呢 对 对 我媳妇说的对 对 先搁这儿吧 对 是哈 是非的嘛 行 求车 对 求车 行 来世再见 来世再见 快快快快 快换过来 快点 再一次搞定老个儿呢 你快看出来 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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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玩意呢 干啥呢 大秦啊 大秦 不讲究啊 咱刚刚定好的 来世再见 你回来的有点快 那我都看着了 说啥呀 我这俩眼是激眼嘛 我看着没 不是不是大秦哥 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看着都不是真的了 看着都不是真的了 哎呀我的天哪 我倒是老饭 你还能倒了个美国 谁事了 我告诉你大秦 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那家伙 那那啥那啥 大秦啊 那个婶说句话你能信不 看你说啥 你看你看 看着没 对 这俩罐子 你买一个 你叔买一个 对 没想想他俩一模一样 搁一块这么一刀 都分不出哪个是你的呢 我都快四十了 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呢 这玩意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 这有一个是我的 也是你们 对不对 我的 是吧 你们的 你们的 我的 对不对 这有什么 他就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 这个 哪个是我的 不是 大秦啊 你买的那个可是两万啊 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对呀 你慢慢想想 想想 我想什么 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 啊 你们知道啊 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赶紧闻哪 该闻哪 行出发 啵 秀 上 我这闻哪 快说 告诉我你的答案 没闻出来 哎呀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我这两天鼻炎 我鼻子不透劲我 哎呀我的妈呀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是吧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 我 钱顺帆 我现在我想捏死你 我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手掉链呀 等会儿 等会儿 妈 哎 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对呀 你咋知道的呢 你是不是在厨房获韭菜馅了 哎呀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领 鼻子透气了你 哎呀 让我抓紧现在刺激了 别呀 哎呀 哎呀 上 不是 行了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这个 装过算 这是我的 你得拿好啊 这是那两万的 这是你的两万的呀 对对 哎呀 可拿好了啊 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下回可不能啊 对你们这么信任 把东西放在你们家 对不对 对不起 不能这个人没在就随便拿东西 是是 找找找 照顾会多不好啊 对不起 行了 实在秦千我也不生气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过来 哎 来师再见 不在你们 是我的事 是什么什么 这钱都拿着 人给人送货 哎呀 哎呀 太多 太多 不是 我这是假的呀 这是个假的 我知道 真的假的一样卖 没事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呀 对呀 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 两万买的呀 嘘 怎么的了 谁拿两万买他呢 这不大吗 这又乱七 啊 你那也是假的呀 那你卖给人家 行行行行行啊 不是五十吗 我给你六十 你拉脑了 我没那么吃 六百 你再添点吧 六千 杰盛空 给六千了 卖不卖呀 爸 你拿竹鱼卖还是不卖 你还给我 你别动手 我卖你 哎呀 哎呀 钱 这砸的干啥呀 挺好玩的 这砸的干啥 省得你拿出去骗钱 那个碎了 这个也碎了 消费者就平安了 这就叫碎碎平安 你为了沾不上 你说我这咋 咋了 咋咋了 你咋咋了 哎呀 你家人啊 哎呀 气死我了 你知道吗 我打招了 还打招了 来世再见 来世再见 大地道 谁很想谁就海陪 大一夜 二夜 小一夜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咋咋 展露